Hello,大家好,我是萱萱 女人总喜欢买衣服 总觉得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自己了 然后今天理了一下衣柜 发现衣柜里有很多衣服不喜欢穿了 我理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 质量不怎么好的呢,也不好意思拿出来 本来是想放在某平台卖的 然后想想还是算了,送给粉丝朋友吧 这些衣服基本上都是穿了一两次的 然后就不喜欢了,放在那 如果不嫌弃的粉丝朋友呢,你就截图给我 谁先截图呢,就先给谁 衣服呢,都是免费送的 然后运费呢,是到付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衣服吧 我呢,是165身高 然后体重呢,是100斤左右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衣服呢,一般买S码或者M码 这件大衣呢,是一个中长款 然后它这个毛呢,是羊羔毛这个领子 白色的,中间呢,是加棉的 我上身试一下 这件衣服我穿了大概一两次 然后就不喜欢了,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宽松 大家看一下上身效果吧 有喜欢的粉丝朋友们吗 好了,我再去试一下另外一件 这个呢,也是一件大衣 这件大衣要贵一点 颜色是这种颜色 有点粉橘色 我就不上身试了 大家看一下效果吧 然后袖子是蓝色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 这一件是一个连衣裙 这个呢,是学防料的 中间呢,是兔毛毛毛的 这个时候穿正好 里面也可以穿一些打底什么的 虽然有点冷 配那个衣服,配个外套穿也挺好看的 这一件呢,是个毛衣背心 这个也是中长款 你可以配一个腰带 这个是一个白色的 这个买来一次都没穿 因为我嫌它不好配衣服 就这样子 配个腰带就好看了 这一条也是一个连衣裙 是一个黑色的腰带连衣裙 里面也可以配打底 上身就是这样子的 这也是M码 这一件,这一件也没穿过 再给大家看一下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呢,是 嗯,夹厚的 这条裤子呢,是S码 它是一个中筒裤 不是很长的 宽宽松松的 上身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我的衣服展示完了 喜欢的朋友就截图给我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